老公 给你来一杯 谢谢 你好 有鸡肉饭和牛肉饭 请问您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 请问您要什么 鸡肉饭还是牛肉饭 不要 不要 什么都不要 小朋友呢 我 我想吃鸡肉 不能吃啊 医生说了 叫你不要吃鸡肉 孩子病了 不能吃 什么都不能吃 谢谢你啊 您好 鸡肉饭和牛肉饭 请问您要什么 要不 咱给孩子买一份鸡肉饭 飞机票多一千多 在飞机上吃顿饭 不知道又要花多少钱 咱们还是留着钱 给灵灵治病吧 先生 我们飞机上的餐食 都是免费提供的 给您 一会儿还有免费的饮料提供 这些 都不要钱 不要钱 是免费的 谢谢 谢谢 小朋友是不是生病了 阿姨 这些人是干什么用的 来 李妮 来 戴上耳机听听 这个呢 是控制音量大小的 这个呀 是选择频道的 是 飞机飞到天上这么高 哪来的电呢 妈妈 是不是我上中学 就能弄明白了 是 妈妈 你怎么又难过 我能上中学的 还能上大学呢 孩子知道自己的病 但他比我们坚强 比我们有信心 比我们大人都强 科学家能让飞机飞上天 就能治好我的病 阿姨 怎么了 李妮 我能不能去看看 飞行员叔叔是怎么开飞机的 嗯 这个恐怕不行 我就看一眼 李妮 飞行员叔叔是负责飞行的 驾驶舱是不能随便进的 阿姨 今天是我的生日 回来 机长 飞机上有一位 患白血病的儿童 是寻找骨髓配型的 他病得很严重 他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孩子发病了吗 没有 但孩子父母的厂子 已经停产一年多 没拿过薪水了 这个孩子 从来就没有坐过飞机 他知道自己的病 但他很坚强 而且今天是他的生日 他想进来 看看你们是怎么开飞机的 不行 飞行证的安全规定 你应该清楚 你去跟孩子 跟家长好好解释一下 机长 骨髓配型很难找到 他的父母也没有钱 这个孩子 可能是最后一次坐飞机了 那也不行 我明白了 我去跟孩子解释一下 我明白了 暑林姐 孩子叫什么名字 叫李明 李明 等等 机长 今天的事情 我是机长 与你们没有关系 叔叔 阿姨好 林林好 阿姨 你真漂亮 更像是姐姐 林林长大以后 一定更漂亮 林林 这是机长叔叔 谢谢机长叔叔 林林 生日快乐 答应机长叔叔 一定要再来坐 机长叔叔的飞机 林林 林林 快答应机长叔叔啊 嗯 我感谢您的面孔 我是本次航班的副驾驶 在本次航班上 有一位叫林玲的小姑娘 她年纪虽小 却一直在和白血病抗争 今天是她第一次坐飞机 并且今天是林玲的生日 我代表机长和机组全体成员 祝林玲小朋友生日快乐 林玲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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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林莉能不能好起来 机长 有一些乘客主动要求向林莉一家捐款 我们准备因实力道 发起一次心爱心的活动 好 散我一个 还有我 还有我 谢谢 谢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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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林莉 你看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帮助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是大家的捐款 请您收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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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莉 明天还和阿姨一起过生日好吗 我们还在飞机上 好 谢谢 谢谢 生日好 二学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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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siniz好 二学生 你好 你好 还是 机长 什么事 要是没有这两次停飞 我的精力时间应该累积够了 我都十来天没有上过飞机了 您能不能让我上座坐一会儿啊 不是想让机长犯错误啊 就一小会儿 求你了 机长 你比方坤还紧 怎么了 方坤当年当学院的时候 跟你一样 及时上座 天气很快就要降落在海中机场 请乘客们再次确认一下 安全带是否已经进行 快点 快去制止乘客 飞机滑行的速度很快 容易发生危险 飞机还在滑行 请乘客们不要站起来 不要解开安全带 快坐下 快坐下 飞机还在滑行 飞机还在滑行 请乘客们不要站起来 不要解开安全带 先生 您先坐下 是不是又要帮我拿行李啊 先生 您能不能先坐下 先生 您能不能先坐下 先生 您能不能先坐下 什么速写 现在被记者抢了 什么速写 现在被记者抢了 谢谢义父 谢谢机长 我看滕飞啊 就像刚拿到车粉的新手一样 欠着车就手痒痒 机长 下面的事情去交给我吧 咱们 咱们 还会 总 有 您 看 您 您 您 搞什么搞 谁开的飞机啊 莎莎 梁姐 快帮我们把伤者 平放在过道上 小心点 不要随便动他啊 请大家在座位上坐好 保持安静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抢救伤员的 请大家坐好 请坐下 机长 有位乘客 被掉下来的行李砸伤了 请马上联系地面指挥中心 派辆救护车来 我马上联系 请采取一切办法 做好商业的紧急救护 2929呼叫地面指挥中心 2929呼叫地面指挥中心 马上回到你的位置上 好 知道了 主任 2929航班机长报告 雷克桑行李突然滑落 砸伤了一名乘客 伤者现在已经昏迷了 立刻通知弹命的救护车 赶到2929降落地点 通知机坪上的所有车辆 给救护车让路 好 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刚才有一位乘客 被掉下来的行李砸伤了 现在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救护车 赶快来急救 为了争取抢救时间 当舱门开启以后 请乘客们在原位坐好 让出通道 我为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 深表歉意 谢谢大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乘客已经受伤了 怎么办呀 行李滑落砸伤乘客 这种事情在各行公司 都比较常见 飞机还在滑行 乘客就站起来拿行李 这一直是让人头疼的老问题 难道想重组来承担责任吗 陈部长 要是这个程度有什么三小两短 我们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啊 责任我们谁也逃得掉 不过现在别想那么多了 伤员情况怎么样 头部受伤具体的先送医院 做个吸体点导比较清楚 小李你跟着区医院 有什么情况其实跟我联系 好的 陈部长 你们程度组也要派一个人 跟着区医院 嗯 珊珊 你去吧 手机开着啊 我会马上赶过来 飞机在开始下降的时候 你做了安全检查了吗 先生你能不能先坐下 为什么没有发现没关好的行李箱 有没有管过机器 有没有劝阻乘客 不要站起来拿行李 对不起 我知道这是客舱管理了老大男问题之一 几乎每个航班都遇到过 但是绝不能出现在我们的航班上 可是现在 这已经是一起安全事故了 你知道吗 方总 这件事我会接受案件部的调查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处理完了还要去医院看伤员 对不起 飞机在滑行的时候为什么急停离子 可能是不是自动刹车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想去医院看看 你去吧 我们在食堂等你 舒林姐 你是去医院吗 我陪你一起去 这件事的责任在我们客舱部 你明天还有飞行任务就别去了 真的没怕 我带四号位 那几盘是我负责 他们站起来的时候 我过去制止他们了 还帮他们把行李箱重新关上 就是这个人实在是太讨厌了 就没有过去检查他的行李了 其实是 我们驾驶舱舱也有责任 我们驾驶舱也有责任 对了 飞机怎么会突然停了一下呢 是不是刹车系统出了问题 我这是在哪啊 我这是在哪啊 你跟我走我这是在哪啊 我这是在哪啊 我这是在哪啊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是什么地方 先生您先别动 您现在不能起来 我怎么路啊 你跟我说 我们把您送到医院来了 您被行李给砸到了 不是我姐严重吧 我 你这 我严不严重 我路回 你怎么样 小李 情况怎么样 方总 病人刚刚做完脑电图 我脑袋受伤了 人家什么怎么都来了 是 天呐 这边都一急了 我快会有后遗症啊 我快会开火 放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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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片子上来看 脑部没有出血 伤员目前有很危险 短暂的昏迷 是因为突然剧烈的脑震荡引起的 脑部的外伤 很容易造成小血管出血 血会慢慢渗出 所以 病人还需要留院观察两天 谢谢 朱莉 飞机上又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只是个小事故 你 医生怎么说 我的脑袋 是不是伤得很重啊 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需要住院两天观察观察 那谁知道还会不会有后遗症 我上又老下又小 都靠我一个人养我 要是我才没得怎么办 我花钱坐飞机 你们就要对乘客负责 反正我是在飞机上送上的 你们不能